警察 消防都来了 民众通报有人躺在 停在路边的车子里 车窗留了一个小缝 但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 消防队员仔细查看 驾驶还有呼吸 因此并不需要打破窗户救人 他们利用副驾驶坐这边 车窗小缝想办法开门 终于车门被打开了 男子躺在副驾驶座上 身上还盖了条毯子 但询问他你还好吗 他却说不上话 还全身瘫软 以防万一 消防队员直接将他抬上担架 送医检查治疗 这状况发生在 19号清晨7点 地点在苗栗竹南复兴路上 事后记者回到现场 发现白车还在 而驾驶55岁黄姓男子 又回车上睡觉了 原来在这之前 他连夜加班 来回桃园跟苗栗竹南 加上身体不舒服 才会睡车上 不疲劳驾驶 所以在车上又睡了一会儿 但这回并没有睡婚 听到有人靠近询问 他就醒了 不让大家担心 睡饱后有精神了 黄姓男子也赶紧开车回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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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